有一天,玉帝想找十二种动物当生肖。 动物们一听,都想当。 老鼠和猫是好朋友, 它们想一起去报名。 可是,第二天早上, 老鼠起来时,猫还在睡觉。 它就自己去了。 路上要过一条河, 可是老鼠不会游泳。 这时,牛来了。 老鼠说, 牛大哥,我给你唱歌,好吗? 牛说,好。 老鼠跳到了牛的头上, 唱起了歌。 过了河, 看见了玉帝, 牛很开心。 它对玉帝说, 我第一。 这时,老鼠跳下来, 跑到了牛的前面, 说, 我第一, 牛在我后面。 一会儿, 一会儿虎, 兔, 龙, 蛇, 马, 羊, 猴, 鸡, 狗和猪也来了。 十二种动物都到了。 猫起床时, 已经是中午了, 它到了河边, 十二生肖已经有了, 玉帝也走了。 猫很生气, 说, 老鼠不是朋友。 从那天开始, 猫一见到老鼠, 就想吃了它。 我也有 conversion 小的 我 架 你 怎么 怎么 感谢观看